天赋的力量 内维尔·戈达德柱 米奇·霍罗威茨编 新时代教父内维尔最经典收录 含未曝光之作 一个人可以改变想象 就可以改变现实 作者内维尔·戈达德 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神秘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他十多本著作及上千场演讲中 他不断扩展一个核心原则 人类的想象力就是神 因此他教导我们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源自于自己的想法与感觉状态 1905年 内维尔出生于巴贝多岛的一个圣公会家庭 1922年 17岁的内维尔前往纽约学习戏剧 虽然他成功地在百老会展露头角 也在默片中单纲演出 并随舞蹈团到世界各地巡演 但1930年代初期 他毅然放弃了演艺生涯 全新投入行尔上学的研究 开始了他作家与讲师的新职业 直到1972年在加州西哈莱坞辞世之前 他一直是教堂 灵性信仰中心 及讲堂引人注目的人物 内维尔在世时并不出名 但今天透过他的著作及演讲 已经累积了相当高的人气 他关于新智的创新主张 预示了今日最基本的一些量子理论 并影响了卡罗斯、卡斯卡提达 与约瑟夫·莫菲等几位重要的灵性作家 编辑序 点识成金的魔术师 当我走近时 我不假思索也不费力气 他们就一个接着一个 被神奇的魔术师所行诉而成了 内维尔 探寻 1946年 内维尔·戈达德 这位出生于巴贝多的神秘主义者 在美国生活与工作了50年 直到1972年辞世 他是现代最出色也最不寻常的宗教知识分子之一 2003年夏天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当天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 我正在采访美国职棒大联盟奥克兰运动家的投手贝瑞奇托 贝瑞的父亲乔曾带领他去探索内维尔的作品 于是这位赛阳奖德主 便将内维尔对心智创造力的想法当成训练计划的一部分 内维尔的教导是 所有实相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的心智就是造物主 于是这个信念成了贝瑞那段时间追求自我成长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在访谈进行到一半时 他停下来对我说 你一定会喜欢内维尔 这位神秘主义者用自己的名字写作 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演说 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 关于这一点 贝瑞觉得难以置信 访谈结束后 我拿到了内维尔在1966年出版的一本书复活 然后我就被书中的想法迷住了 从此就深深地迷上了内维尔本人 当我被某个教导所折服时 往往都是因为对施教者的性格与风度掀起了乳目之心 在还没有听过他那口发音短促的英国腔调 也没亲眼见到他那罗马风格的形象之前 我就对内维尔这个人十分好奇 对我来说 内维尔传达的是一种我闻所未闻 激进又严谨的主张 你的想象力就是神 你所体验的一切 包括你现在阅读的文字 都是从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浮现出来的 在这样的思维当中 旧约与新约中的耶和华 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象形符号而已 内维尔告诉我们 一切最终都源自于你 就像你是源自于神 这是圣经背后所隐藏的奥秘 并在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 以及对自身神性的自我实现中达到高潮 在内维尔的叙述中 圣经中发生的事不是历史事件 而是一出神秘的戏剧 注定要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上演 内维尔在1967年时说到 每个人注定要发现 圣经就是自己的自传 你就是神 人们一听到这句话 立刻就想要反驳 每个人都可以回想起 生命中的某些事件 绝非是靠自己的渴望与愿望 所催生及创造出来的结果 后面我会再进一步说明 但是内维尔在他的十多本作品 及数千场的演讲 允许听众录音 这是深有远见的创举 确保了他的精神遗产 可以在数位时代永远流传 却始终如一地使用简洁精确的论述 论证了想象力的神圣性 唯一的神 他告诉听众 就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人类美好的想象力 正如你将在本书所选机的作品中发现的 内维尔还教导我们存在的深远意义 就是借由锻炼心智的因果能力 来发现自身的神圣本质 而这样的认知 将带领你迈向一连串的神秘体验 确认你作为创造者的身份 1905年 内维尔出生于巴贝多岛的一个英国家庭 加上他后 家中一共有十个孩子 九男一女 1922年 17岁的内维尔来到了纽约学戏剧 年轻的他出生之独不畏虎 展现了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差异 他开始展露头角 在百老会寂寞片中演出若干角色 1926年 一位娱乐专栏作家称赞这位年轻演员 与鲁道夫·范伦铁诺有惊人的相似度 他还成为舞蹈团的一员 前往世界各地寻回演出 在这几年的表演生涯中 内维尔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神秘哲学 1930年代初期 这位追寻者开始投入了行尔上学的研究 十年之后 他成了神秘主义作家及演讲者 在这个出人意料的新生涯中站满了脚步 受访时 内维尔将自己的灵性教育归功于一位缠着头巾 名叫阿布杜拉的迷样犹太黑人身上 据内维尔说 这个人在纽约教了他五年的经文 数字神秘主义 卡巴拉 西伯来语 以及心智创造力的法则 内维尔的教导不仅成为正向心智 心思维 及显尔上学最神秘的领域 也是充满哲理 智慧 及最激励人心的展现 内维尔巧妙又令人信服地扩展了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每个人都是外富人类血肉之躯 内里折服着崇高本性的创造者 内维尔说 我们活在无数十项共存的一个无限网络之中 透过心向 情绪性想法 以及期望的运作 从无限的潜在体验中做选择 你所看见的 与你有关的男男女女 全都是造物主的分支 同样都是创造者 我们在彼此由思想体系建构的宇宙中交汇 直到体验到了自身神性的终极实现 圣经中以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其复活 来隐喻这种终极实现 内维尔告诉听众与读者 创造者披上了人类的外衣 以便赋予男人与女人生命 创造者对后代的爱是如此深厚 不保留 甚至愿意进入一种完全沉浸的状态 而忘记了自身的神性 体现在这个宇宙中的是一出神秘的剧本 每个人都像典泳般沉睡 忘记了自己的真实本性 经历了欢乐与悲伤 胜利与苦难 而后终于领悟了真理 度过身具教育性的一生 就这样 创造者被唤醒并回归真我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让你有点晕头转向 请稍安勿躁 内维尔会以让人泄除心房的浅显言语 来传达他的想法 并经常强调运用心智的力量来满足愿望 他的主张吸引了各种不同程度的 神秘学爱好者及灵性追寻者 内维尔的灵性思想宛如史诗般 辉鸿深奥 却又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他是少数担得起这种赞誉的 现代灵性思想家之一 内维尔对我的影响 远远超过其他导师 我还将他的形象 纹在左手臂上 因为亲身的经历 让我对他的理念深信不疑 我曾经写到 人类活在许多法则与力量之下 其中也包括肉身 必定日渐衰退与腐朽的法则 无一人例外 所有新思潮的圈子 以及其他神秘学都会谈到 我们每个人都会精准地 在约定好的时间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内维尔偶尔会以自己为例的一件事 但同时 我们又为了健康与长寿 而不需付出一切 尤其是在面对 似乎会剥夺自己生命潜能的绝症 或慢性病时 有想法又深思熟虑的追寻者 经常质疑内维尔人类 拥有绝对神性的主张 而上述矛盾 只是他们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 那么 我如何在带着疑虑的状态下 继续致力于探索内维尔的作品呢 首先 我并不能确定我可以做到 或是我应该这么做 或是内维尔希望我能做到 本质上 信仰是崇高的 必要的 但我无意创造一种封闭的信念回路 这样的体系会扼杀内在的探索 并将个人问题与冲突 简化为教义问答 矛盾与内在冲突 是任何成熟的追寻与探索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表示至少我可以努力地 把内心的疑问 与对内维尔思想的坚定信念 逐渐调和 首先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 内维尔的哲学是最早 也可能是最接近量子理论的神秘学说之一 量子理论假设在一个世界中 次原子粒子 会对有意识的观察产生有效的反应 而且在这个世界中 同时存在着无限种可能性 早在量子理论普及的数十年之前 内维尔就提出了内维尔就提出了类似的见解 在1949年出版的超越世界第五章中 他做了更进一步的推论 我们如何利用这个连续宇宙 其实 我们往往往在无意中断断续续地这么做 内维尔认为 由于意图与实现之间存在着自然的时间差 我们经常会忘了曾经抱持的信念 想法 其形成于意识中的心象 过后才惊讶地在现实世界中与它们重逢 内维尔告诉我们 在类似梦游的半清醒状态下 对于那些我们所制造出来的结果 是相逢不相识 我们不知道是自己创造出它们 的确 我相信很多人过了大半辈子 都没有意识到 或只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内心深处的愿望 这些愿望是无法坦然承认的 因为我们害怕它们是自私的 卑鄙的 或是对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 苏联时期 由安德烈塔克夫斯基指导的科幻电影《前行者》 就探讨了这个与个人真实欲望疏离的议题 对内维尔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妨一看 会有相当特别的观影体验 作家艾莫生在1860年的《随笔命运》 描述了这种忘记的过程与时间的流逝 我们所追寻的终将寻得 所逃离的终将远离 戈德曾说过 年轻时稀记的 年老时会蜂拥而来 有求必应往往会让我们深受其害 因此必须格外小心 既然凡是我们想要的必定会得到 就必须留意只为崇高之事而祈求 以上所说的正好呼应了一句老话 许愿需谨慎 梦想会成真 我相信 你极可能已经忘了真正想要什么 也习惯了日复一日的生活 你认为自己有渴望的东西 比如体面的家人 美好的家庭 但事实上 你内心窝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愿望 一个你可能会否认的愿望 当它推挤着你的觉知高强时 你会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痛苦 不安 即疏离 并且往往把怒气发泄在他人身上 因此 内维尔的哲学提出了一个要求 一个我们或许认为自己足以应付 但在多数情况下 从未尝试过的要求 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当我们能以无谓的成熟与诚实 去正视自己内心的渴望 或许会对自己的发现大感惊讶 了悟是通往实现的那一道曙光 或至少宣告着自我疏离的结束 而这所有一切全开始于一个变得清楚的渴望 因此为了解决定杀害或重创无数受害者的内战 这个看似复杂难解的问题 或许掌握了存在之谜的关键 不管我们认为生命的最终依据为何 在我们所占据在我们所占据的这个身体框架中 我们不得不去体验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可能有明显的心理因果关系 也可能没有 想一想 法则之所以是法则 就必须具备始终如一的一致性 但这不意味着每一次我们都能感觉得到 举个例子 万有引力始终都在 但在地球所感受到的引力 跟在月球上或木星上所感受到的引力完全不同 而在真空中 你完全感受不到这股力量 这不是引力失去作用了 而是因为引力只对质量有反应 在质量不存在的情况下 引力的作用也不存在 我们的心智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过程 人类利用有限的五种感官去应付日常生活 也被迫去感受各种法则与力量 即便有些是具破坏性的 让人痛苦的 但每种感官体验都跟你的身体一样真实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写道 如果感知之门能被净化 万物将不受限制地 以它们本来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高敏感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窥见心智的无限能力 内维尔将这种了物称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但是 直到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实现 以及感知之门被净化之前 我们都必须在这个感知有限 充满苦难的粗糙世界行住坐卧 遵循道德的指引 唯有在终极自由的状态下 这一切才会改变 否则 我们就算是生命之术的一部分 也会像枝丫一样的枯萎 死亡 如果你对内维尔的理念不太了解 希望这本书能够带你入门 给予你启发及实用的指导 如果你曾读过内维尔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将会受益更多 本书收录了内维尔生平的重要作品与演讲 可以让你的实践 探究 以及追寻更深入 就像我一样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不得不重新检视自己的一些想法 同时也庆幸有机会能够更完整 更全面地探索内维尔思想的深刻意涵 这是一本按照年份排序的作品选集 每一章前面都有简短的介绍 以指出内维尔在行尔上学的各项具体发展 虽然内维尔的理念在他的第一本书 听从你的指令中已经成形 并且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 但你还是可以在他的思想中 察觉出明显的深化 精炼 及不断演进的轨迹 专心且深入地阅读 看看你有哪些体验 但愿这些内容可以化为动力 敦促你开始寻求你 至高无上的目标 米奇·霍罗维茨 第一章 听从你的指令 内维尔第一本书的全文 1939年 听从你的指令 这本小书是内维尔戈达德的第一本作品 于1939年出版 书中阐述及定义 他对神学及教学法的大部分理念 也奠定了内维尔当之无愧的哲学家地位 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 内维尔才刚开始对外传播他的理念 米奇·霍罗维茨 指令的首要原则 在这本书中 要来谈谈表达原则的本质与精髓 假如我愿意的话 也可以把它扩写成一本好几百页的大书 但这样做 无疑于本书目的背道而驰 指令要有效 必须简短而要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指令 就只是几个简单的字 神说 要有光 按照这个原则 现在我要把自己所看到的真相 透过这本书 如实告诉你们 读者 内维尔·戈达德 听从你的指令 人可以下指令 让某件事情发生吗 绝对可以 事实上 人始终都在下指令 让事情出现在他周遭的世界 即便就在此时此刻 也仍然在下指令 让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中 生而为人 只要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就会继续这么做 出现在生命中的每件事 都是自己下指令 让他们顺理成章的出现 每一件事都是如此 你或许会否认这一点 但无论如何 你都无法博导它 因为这种指令 是基于这条不变的原则 你无法透过言语或肯定语 去下指令 来让事情发生 相反的 这种徒劳的复述 往往只会带来相反的事情 因为 下指令 永远都是在意识中完成的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是有意识地 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不会说话的哑巴 意识到了自己是哑巴 所以才认定自己是个哑巴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圣经 会发现它是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科学著作 与其将圣经视为 古文明的历史记录 或耶稣基督的不凡传记 不如将它看成是 人类意识所上演的 一出伟大的心理剧 把它视为你自己的一出戏 你的世界会突然从埃及的 平吉沙漠 变成应许之地迦南 每个人都同意万物是神 所创造出来的说法 没有它 就没有任何东西被创造出来 不过 对于神的真正身份 却意见分歧 全世界的教堂 与所有神职人员 对于神的身份与真正本质 各有各的看法 莫中一世 但无疑的 关于神的身份与本质 圣经中的摩西与先知们 百分百是抱持一致看法的 同时 关于耶稣的一生与教导 也与老先知们的发现是一致的 当摩西发现神是对存在的一种觉知时 他就坦言自己明白的不多 那自由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大卫在诗篇中唱道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以赛亚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束腰 我造光 又造暗 我是平安 又降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被当作神的存在觉知 我是 在新约中提到了数百次 列举树立如下 我是牧人 我是门 我是复活与生命 我是道路 我是阿拉法 我是欧美加 我是初 我是中 以及你们说我是谁 他们没有这么说 我 耶稣 是门 我 耶稣 是道路 也不是说 你们说我 耶稣 是谁 而是明确地指出 我是道路 藉由存在觉知这个大门 生命的具体显现 逐渐进入 有形的世界中 意识是复活的力量 当人们意识到 某个东西存在时 那个东西就会复活 人们会将自己 所意识到的东西 向外投射 显化出来 这个真理 会让人们自由 因为人若不是习惯于自我囚禁 就是自我释放 如果你愿意放弃以前对神 除了你自己之外的那个神的一切信仰 并如同耶稣与先知们一样 宣称神就是你的存在觉知 那么你将以我与父原为一的领悟 来改变你的世界 我与父原为一 父比我更大 这句话似乎让人困惑 但若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神的身份来诠释 就会发现他大有启示 神的意识就像父亲 而你的存在意识 则是见证父亲的儿子 两者的关系就像是构思者 以及他所形成的概念 构思者永远比他的概念要伟大 但是也始终与他的概念合而为一 例如 在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的存在之前 你会先意识到存在 然后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人 因此 你这位构思者永远比你的概念 人来得伟大 耶稣发现了这个光芒万丈的真理 并照告世人说 自己与神本为一体 而不是人所塑造出来的神 因为他从来不认可这样的神 他说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哪 在这里 看哪 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天国就在你心里 因此 当我们看到圣经说 他往父那里去时 就是在告诉你 他的意识上升到刚刚觉知到自己的存在 从而超越了当下对自己被称为耶稣的自现性概念 存在的觉知让一切皆有可能 耶稣说 你定义要做何事 必能给你成就 约伯记 这就是他的意识 将意识提升至你渴望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 正如他所表达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约翰福音 如果我的意识被提升至所渴望之物的自然状态 我所渴望之物将会显现并吸引到我身上 因为他说 若不是拆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我与父 缘为一 因此 意识就是你的父 为你吸引生命的显化 此时此刻 你正在将你所意识到的东西吸引到你的世界 现在 你应可看出 你必须重生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你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 那么改变它的唯一方法 就是将你的注意力 从那些看似真实的事物上转移开来 并将你的意识提升至你所渴望的事物上面 你无法同时服侍两位主人 因此将你的注意力从一种意识状态 转移到另一种 就是在一种状态上死亡 而在另一种状态上重生 你们说我是谁 这不是由一个叫耶稣的人 对另一个叫彼得的人所提出的问题 而是由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对他的自我所提出的一个大灾问 换句话说 就是 你说你是谁 你对自己的信念 也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 将决定你生命的表达方式 耶稣说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换句话说 你内在的我 就是神 因此 祈祷应被视为一种认可 认可你自己去成为你现在所渴望的 而不是去向一个不存在的神 祈求你现在所渴望的东西 难道你还不明白 为什么无数的祈祷都没有得到回应吗 这是因为 人们在向一个不存在的神 祈祷 例如 你意识到自己的贫穷 因此向神祈求财富 但你的回报会是你所意识到的东西 也就是贫穷 祈祷又能成功 你要做的是生命 而不是祈求 因此 如果你想祈求财富 就得否定感官所出事的证据 也就是否定你的贫穷现况 并假设你已经变得富裕了 耶稣对我们说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富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马太福音 我们已经确定 父是存在的觉知 也确定了门 是存在的觉知 因此 关上门 就是将现在觉知的这个我 关在门外 并声明自己已成为理想中的我 当我的声明被确定到 令人信服的那一刻 跟我声明有关的 那些证据 就会开始被吸引到我身上来 不要问这些事物是如何显化出来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显化 会预先知道这些渴望的事物 将会如何出现 意识是方法 是道路 或说是那扇门 透过意识 事物才得以出现 他说 我是道路 而不是我张三李四是道路 我是 等于存在觉知 也是事物得以显现的方法 所有的迹象都是尾随而至的 从来不是事先出现的 只有意识 才会让事物成真 因此 先要有那样的意识 然后事物才会被驱使出现 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马太福音 先意识到你所寻求的事物 而且不要试图去改变或左右他们 也就是 你定义要做合适 必能给你成就的含义 运用这个原则 你就会知道何谓 向我证明 并让我看见 玛利亚的故事 是每个人的故事 她以某种神奇的方式 生出一个叫耶稣的人 玛利亚不是一个女人 而是始终都保持童真的存在觉知 不论她使多少渴望成真 现在 将你自己视为圣母玛利亚 借由渴望这个媒介而自行受孕 与你的渴望合而为一 而你的渴望必须强烈到能够体现 或催生出你所渴望的事物 例如 据说玛利亚 你现在知道她就是你 不认识任何男人 但是她怀孕了 也就是说 你 不管是张三或李四 即便没有理由相信你现在的愿望 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因为你发现你的存在觉知是神 于是你让这个觉知成为你的丈夫 并怀了一个主的孩子 显化 因为造你的 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以赛亚书 你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他 现在是对你自己来说 第一个指令就是去做 不可对人说 也就是说 别跟人讨论你的抱负或渴望 因为别人只会对你眼前的恐惧做出回应 守口如瓶 是实现渴望要遵守的第一条法则 第二个指令是 尊主为大 正如玛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的 我们将主视为你的存在觉知 因此 尊主为大 就是去重新评估或扩展现在对自我的设想 直到重新评估变得极其自然 一旦达到了这种自然的程度 经由在意识中合而为一的过程 就能赋予心自我生命 让这个设想成真 约翰福音第一章即以摘要的形式 把神创造宇宙的故事告诉了我们 太初有道 接着要说的是太初 可以视之为一个强烈冲动渴望的初始 道或圣言 则是求由在你意识之中的渴望 他想要得到实现 这股冲动本身并非现实 因为我是或存在觉知才是唯一的现实 事物只有在被我是觉知到才会存在 因此为了实现愿望或渴望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要紧跟上 一集道与神同在 道或说渴望 必须与意识固着或结合在一起 才能成为现实 觉知开始觉察到所渴望的事物 从而聚焦于它的形式或概念上 并赋予生命 或使之前死去或未实现的渴望复活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马太福音 这是觉知与渴望所达成的协议 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议 现在你已经意识到存在 因此不再需要言语就能明确地对自己说 我是 现在如果你渴望达到的是一种健康状态 在你的世界尚无任何健康迹象出现之前 你就已经开始感觉到了自己越来越健康 等到我是健康的这种感受被落实后 觉知与渴望这两者的协议也完成了 也就是说 我是与健康同意了合而为一 于是这项协议就导致了一项产物 双方达成共识的那个目标 在这个例子中 就是健康 因为我做了协议 所以被同意的事物就被表达出来了 因此你就能了解为何摩西会说 那自由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除了我是 还有什么存在可以让你去显化及表达的 没有 因为我是道路 除我以外再没有神 如果你乘着清晨的翅膀飞向世界的尽头 或是在阴间下踏 仍然能觉知到存在 你的觉知永远会让你所想望的事物显化出来 而你所显化的 也永远都是你觉知到的存在 摩西一再地说 我是我所是 I am that I am 以下 是你必须牢记在心的 你不能就瓶装新酒 也不能在旧衣上缝起新的补丁 也就是说 你无法带着老旧的你的任何部分 和你一起进入新的意识 所有你目前的信念 恐惧 以及限制 都是把你束缚在目前这个意识层次的负荷 如果你想超越这个层次 就必须抛开这一切 包括你现在的自我 或是你对自己的看法 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把注意力从现在的所有问题或限制上转移开来 从而专注地停留在存在觉知之上 以及 你要静默并充满感情地对自己说 我是 现在 还不必去调整这种觉知 只要表明你的决心 持续这么做 直到让自己全心沉浸于这种无名义无形的存在情绪之中 当你的意识扩展 在你内心深处这种毫不受形式所拘束的状态下 藉由感受自己成为你所渴望的样子 会使新的设想凝结成形 你会发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一切都有神圣的可能性 对你来说 当下这种无形无相的觉知中 你所能想象的世间万物都是最自然的体现 圣经邀请我们 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身体指的是你对以前的自己所抱持的看法 而主指的是你的存在觉知 这就是耶稣对尼戈吉姆所说的 你们必须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翰福音 也就是说 除非你抛下对目前的自己所抱持的看法 并呈现出新生的本质 否则你所展现出来的 仍旧是你目前所受到的限制 要改变你的生命 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意识 因为意识就是围绕在你周遭 需要不断去巩固的实相 每个人生命中的所有细节 都是意识对外的投射与表达 你无法借由摧毁 破坏来改变你的环境或世界 就像你无法毁掉镜子 来改变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 你的环境 以及其中的一切 都在反映你的意识 只要你继续待在这样的意识中 就会继续将之投射到你的外在世界 了解到这一点后 可以开始重新评估自己 人们往往会低估自己 民书记提到 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 据我们看 自己就如诈梦一样 据他们看 我们也是如此 这里指的并不是出现巨人的那个时代 而是今日 也就是永恒的现在 当你周遭的情况宛如巨人那样吓人 比如失业 敌军 你面对的问题 以及所有可能对你产生威胁的事物 让你感觉自己渺小的就像是一只乍蒙 但是你也看到了 你必须先把自己看成是一只乍蒙 然后巨人们才会把你看成是一只乍蒙 换句话说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别人就会那么看待你 因此 重新评估自己 并开始感觉你是个巨人 是力量的中心 那些原本的巨人才会相形见处 显得他们矮小如乍蒙一般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君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呢 但以礼书 这里所说的 并不是那个端坐在宇宙中 循规蹈矩的神 而是唯一的神 永恒的父 也就是你的存在觉知 因此认清你所拥有的力量 不是身为人 而是身为你的真实自我 那种无形无相的觉知 能将你从自我囚禁的牢笼中释放出来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约翰福音 觉知是好牧人 我觉知到的存在 就是跟随我的羊 因此 一个好牧人是你的觉知 他永远不会弄丢任何一只羊 也就是你觉知到的存在 我是声音 在人类混乱的旷野中 呼唤着我所意识到的存在 而且也确信我永远不会找不到自己 我是一扇门 对我想进入的一切敞开着 而存在觉知是生命的主与牧人 因此以真正的角度来审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 指的就是你的意识 对于你觉知到的存在 你永远不需要证明 也不缺乏证据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去觉知伟大的存在 神的爱 富裕 健康 以及所有你所新鲜的特质呢 具备这些特质的意识 与拥有相反特质的意识 同样容易 这是因为并不是你的世界 让你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识 相反的 是你的意识 使你的世界成为现在的样子 很简单 不是吗 事实上 对总是试图把事情复杂化的人类智慧来说 或许太过简单了 保罗提到这个道理时说 在外邦人 或世俗智慧为淤浊 在犹太人 或者那些寻找微照的人 为绊脚石 结果 那个人继续在黑暗中行走 而不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长久以来 人们始终崇拜着 由自己所造的偶像 以至于一开始 他们会觉得 这个启示所揭露的真理 是亵渎神明的 因为它意味着 他们先前对神 一个有别于 他自己的神的信仰 会就此终结 这个启示要较然知道 我与父 缘为一 父 比我更大 意思是 你与你现在对自己的看法 本为一体 但你比你现在所觉知到的存在 要更伟大 在一个人试图改变他的世界之前 必须先打好基础 我是主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觉知 即存在意识 就是神 在这个基础被牢固建立起来之前 他会发现自己只能回到先前信仰的奴役之下 但一旦立好基础 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提出的建议或论点可以加以动摇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最终 约翰福音 也就是说 你将继续困惑并受挫 直到你找到困惑受挫的原因 当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约翰福音 也就是说 我不论是张三或李四 没有一件事是自己做的 而是我的父 或是现在与我合而为一的意识所做的 当你理解这一点时 你内心所涌现的所有冲动与渴望 都会在你的世界中得到表达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启示录 那个扣门的我 就是一股冲动 门是你的意识 打开门 就是借由感受你自己成为你所渴望的样子 与扣门者合而为一 如果你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渴望不可能实现 就等于关上了门 拒绝让这股冲动表达出来 提升意识去感受事物的自然本性 就是广开大门 邀请这股冲动 显化成真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会不断提到 耶稣离开了显现的世界 称上去见他的父 耶稣就跟你我一样 发现对身为人类的他来说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 当他发现 他的父 就是他所渴望之物的意识状态时 他便抛下了他身为耶稣的意识 把自己的意识提升至自己所渴望的状态 并在此停住 直到他与这样的状态合而为一 当他把自己变成这样之后 他就成了他所要表达的样子 这就是耶稣带给人们的简单讯息 人 不过是非个体存在的外衣 非个体存在 以及人们称为神的我事 而每一件外衣都有它的局限 身为人类的你 不论是张三或李四 都会发现自己有心于利处之处 但为了超越这些局限 并让渴望得以显化 你要将注意力从目前的限制 也就是你对身为张三或李四 这个身份的看法转移开来 好让自己能全心全意融入 所渴望的存在之中 没有人知道这够渴望 或刚成形的意识会如何呈现 因为我 或说刚成形的意识 拥有你们所不知道 也无法发现的方式 不要揣测意识如何去体现他自己 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 去了解他的运作方式 揣测只是证明你尚未达到 你渴望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 因此才会充满怀疑 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雅各书 你可以看出这段文字是基于怎样的观点 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只能建立于信念的磐石上 如果你没有对某件事物的意识 就没有建立这件事物的任何原因或基础 下面这句话 可以证明新意识已被建构起来了 感谢天父 当你沉浸于感恩的喜悦中 确实因被赐予的事物而充满感激时 你就已经与所感谢对象的意识合而为一了 即便你的感官还没有明显接收到他们 神 意及你的觉知 是不会被愚弄的 你只会得到你所觉知到的存在 而且也没有人会为他尚未得到的东西表示感谢 感谢天父并不是一种神奇的公式 尽管现在有许多人会这么用它 你不用大声说出感谢天父这些字眼 因为当你在运用上述原则时 你的意识会提升到某种程度 让你就像已经得到渴望之物般的 由衷感谢并欣喜至极 这时你将会自然而然地 由内而外地感到快乐并充满感激 也就是说 在你提升意识之前 你已经收到了这份礼物 尽管它当时还只是一种渴望而已 等你提升意识后 你的信念就成了包裹渴望的一种实质外衣 这种意识的提升宛如灵性的结合 两者要同一合而为一 他们的模样或形象才能在俗世被建立起来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约翰福音 无论求什么是相当大的尺度 可说是无条件的 而且也没有限制说 只有社会上认为是对的事 你才能去求它 事实上 这件事是否能成 完全取决于你 你真的想要它 渴望它 那么 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了 如果你奉它的名去求 生命就会把它赐给你 它的名 并不是一个你可以用嘴巴念出来的名字 你可以不断奉上帝 耶和华 基督的名祈求 但必然徒劳无功 名意味着本质 所以当你求的是一件事物的本质时 永远会有随之而来的结果 以名来求 就是提升意识 在本质上与你所渴望的事物合而为一 将你的意识 提升至与该事物的本质合而为一的状态 你就会成为该事物的表达形式 因此 凡你们祷告所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马太福音 正如前述所指出的 祈祷是一种认可 相信你所领受的指令是第一人称的现在事 这意味着 你必须在渴望成真之前 置身于渴望之物的本质中去导求 为了能轻易地融入这样的本质之中 全然的宽恕并赦免他人的过错是必要的 圣经告诉我们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 马可福音 这听起来像是某个人格化的神对于你的作为感到高兴或不高兴 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的意识既然是神 那么你若是持有任何不利于人类的意识 在你的世界之中 你也会跟这样的条件捆绑在一起 宽恕人类免受所有的谴责 同时也在赦免你自己 让你得以提升至任何必要的层次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意识中 对那些人没有任何的谴责 因此在你进入冥想前 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是免除世界上所有人的责难 由于法则永远不会被违反 你可以放心地相信 每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将会回报到他身上 所以你不必拥人自扰 也不必费心去看人们是否得到你认为他们所应得的 因为生命从不犯错 他给人们的东西都是人们先给自己的 这让我们想到圣经中关于大量滥用十一岁的陈述 各种各样的导师都利用十一岁这时来意识人们 因为他们自己都不了解十一岁的本质 同时又害怕匮乏 于是让他们的门徒相信 要将十分之一的收入奉献给主 他们说得很清楚 意思是当一个人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特定组织时 就等同于将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耶和华 但请记住 我是主 你的存在觉知 就是你所奉献并一直以这种方式付出的神 因此 当你声称自己是任何事物时 你已经将这样的主张或特质给了神 而你不偏不倚 一视同仁的存在觉知 会回过头来连压带摇 用尽全力地使你所声称的属性或特质满意出来 存在觉知不是你可以用名字去加以限制的 主张神是富足的 是伟大的 是爱 是无所不知的 等于是在定义无法被定义的东西 因为 神是无可明知的 十一岁是必要的 把你十分之一的收入奉献给神 但从现在起 当你把它奉献给唯一的神时 也别忘了藉由宣称你自己是伟大的 富足的 有爱的 无所不知的 而把这些特质都给了唯一的神 你的意识 这些都是你生而为人所渴望要展现的特质 不要揣测你会如何去展现这些特质或主张 因为生命自有其运作之道 那是身为人类的你 无从得知 也无法发觉出来的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若你能对这些特质或主张深信不疑 那么它们必然会实现 没有任何隐蔽之物是不该被揭露的 秘密的低语应在屋顶上大声说出来 也就是说 当你对自己的秘密信念 那些没有任何人知道的隐秘主张 真正深信不疑时 它们就会从你世界的屋顶被高声宣扬 因为你对自己的信念 就是你内在之神的话语 这些神圣话语非常灵验 不会无功而返 会到达它们必须被送往之处 此时此刻 你正大声呼喊着你现在所意识到的永恒及无限 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或是每一个信念都会找到你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约翰福音 意识是葡萄树 而你现在所意识到的那些特质与属性 则是你所未养而存活的枝子 就像一根枝鸭 除非稳稳根植在葡萄树上 否则就没有生命 所有事物都是如此 除非你能意识到它们 否则它们就没有生命 而就像这根枝鸭 如果葡萄树的枝叶不再流向它 它会枯萎 死亡 你世界中的事物也是如此 如果你把注意力从它们身上移开 它们就会消失 因为你的注意力 就是支撑那些事物得以存活的生命之夜 要解决眼前一个对你来说 看似非常真实的问题 你只需把注意力从这个问题移开就行 即便这个问题看起来十分真实 你仍然要在意识中远离它 便开始去感受 你自己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 举例来说 如果你被监禁起来 不用任何人告诉你 你应该渴望自由 因为对自由或说对自由的渴望 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所以 何必去看监牢的四面高墙后面有什么呢 将你的注意力从被监禁的状态中移开 并开始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 充分去感受自由 直到这种感觉变得极其自然 一旦你做到的那一刻 那些囚禁你的监牢就消失了 任何问题都适用这个原则 我曾看过债台高处的人运用此一原则 转眼之间清除了累累的负债 我也看过罹患不治之症 被医生放弃的病人 将注意力从自己的疾病移开 然后全心去感受自己正处于健康的状态 即便他们的身体的感觉与此相反 没多久 这些所谓的不治之症就完全消失无踪了 你对 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 决定了你的外在表达 只要你仍然意识到受到禁锢与束缚 深受疾病与贫穷之苦 就会继续将这些情况对外投射并显化出来 当一个人意识到现在的他 就是自己所追求的状态 并开始如是宣称 那么将会出现证据来支持这样的主张 其线索会透过文字语言来提供给你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 耶稣 然后那个声音说 我就是 约翰福音 在这里 耶稣意味着救赎或救世主 你正寻求从那些问题 但他们不是你的问题中被拯救出来 我就是 将会拯救你 如果你很饿 你的救世主就是食物 如果你很穷 你的救世主就是财富 如果你被囚禁 你的救世主就是自由 如果你病了 你的救世主不会是一个叫耶稣的人 而是健康 因此 当你宣称 我就是 也就是在声明 你自己成为你所渴望之物 以意识 而不是言语来做出声明 他将会回应你的这项主张 圣经说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尔德 使徒行转 在意识中揣摩那项特质 直到你可以揣摩 或感觉到你已成为他 当你沉浸在成为他的感觉之中 该特质就会在你的世界中具体显化出来 当你触及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时 就会从这个问题中得到疗愈 总有人摸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 路加福音 没错 当你触及到你内心的这个存在 揣摩或感觉到自己被疗愈了 能力就会从你自己身上出去 并在你的世界中巩固疗愈的功效 所以说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因为我就是他 要对神有信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役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肥利比书 去吧 你也该如法炮制 没错 开始相信你的觉知 你的存在觉知就是神 去声明你应该拥有这一切 那是你在此之前 一直赋予外在之神的特质与属性 你将开始将这些声明展现出来 我不是远处的神 我比你的手脚更近 比你的呼吸更近 我是你的存在觉知 我在其中所觉知到的一切存在 皆始于此 终于此 还没有世界 就有了我 世界终必停止 仍然有我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这种我是意识 就是你的觉知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诗篇 主耶和华是你的意识 除非你所寻求的 先在你的意识中构建完成 否则 你的寻求也是白费力气 所有一切 都必须始终并忠于意识 所以 相信自己的人有福了 因为人对神的信念 都是用他对自己的信心来衡量的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不要信靠他人 因为他人只是反映你的存在 只能带给你 或对你做出那些你先对自己做的事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约翰福音 我有力量舍去 也有力量再拿起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人们发生什么事 绝非偶然 事情会发生 全都是遵循着清确不变的法则 若不是拆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约翰福音 以及我与父 缘为一 相信这个真理 你将得到自由 人总是为自己的处境而责怪他人 并且会一直这么做 直到他发现自己才是一切的原因 我是不是来摧毁 而是来实现的 它是你之内的觉知 并未摧毁一丝一毫 反而是不断实现一个人 对自我的塑造或看法 对一个穷人来说 要在这个世界找到财富是不可能的 不管他的身边有多少财富 一直要等到他的意识开始声明自己是富有的 他才可能变得富裕 有形的迹象永远不会提前出现 他们总是随后才会到来 不断试图克服并抱怨贫穷 却一边维持着贫穷的意识 就像是在玩鱼人游戏一样 对于这种层次的意识来说 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生命会不断地在各个意识层次对外投射 效法圣经中浪子回头的例子 要意识到你自己造成这种浪费与匮乏的情况 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是否把意识提升至更高的层次 在那里 肥牛毒 戒指 上好的袍子 都在等着你大声宣告 你拥有他们 当浪子有勇气声称这些馈赠是他的 他没有受到任何谴责 只有当我们继续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责时 别人才会谴责我们 因此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罗马书 因为对生命而言 没有一件事是需要被谴责的 所有一切都只是在表达而已 生命并不在乎你认为自己是穷或富 是强或弱 他永远只以你所声明的真实自己来回报你 只有人才有是非对错的评量 对生命来说 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 正如保罗在《至罗马人的书信》中所说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干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干净的 在他就不干净了 罗马书 不要再问自己是否值得去获得你所渴望的事物 生而为人 不是你去创造出这样或那样的渴望 你当下声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相对应的渴望就会在你的内心形成 一个人饿肚子时 他会不假思索地渴求实物 被监禁时 会自然而然地渴求自由 以此类推 你的渴望早就包含在自我表达的计划中了 因此 你现在可以抛开所有的价值判断 将意识提升至你所渴望的层次 并透过声明这样的渴望 来与它合而为一 因为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哥林多后书 要相信这个无形的声明 直到它在你内心自然而然生成信念 你对这个声明所坚持的信念 将会获得巨大回报 不用多久 你所渴望的事物就会出现 相反的 倘若缺乏信心 你想要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显现出来 有了信心 世界才能建构起来 因为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知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 别为结果感到焦虑或担忧 它们终将到来 就像黑夜会尾随白昼而至 将你所有的渴望视为神的话语 每个字都是承诺 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无法实现渴望 就在于我们往往以某些条件来限制它们 不要限制你的渴望 当它在你心中升起时 接受它 感谢它 直到你的感激之情 已经满意到就像渴望已经实现一样 然后 平静地去做你该做的事 全心接受你的渴望 就像是把可遇性的种子 撒进准备好的土壤中 因为 当你把渴望重进意识之中 并相信它会出现时 你就做好了你被期待去完成的所有工作 但是如果你担忧自己的渴望将会如何萌芽成长 就等于是把这些种子牢牢抓在心里 你永远都不可能将它们撒出去 让它们掉落在信心的土壤中 人们之所以会把他们的渴望加上很多限制 是因为他们往往根据表象来判断 并把这些事物视之为真 而忘了唯一的现实是这些事物背后的意识 把这些事物视之为真 就是在否定对神来说 凡事都有可能的事实 一个被囚禁的人 把周遭的高强视为真实的存在 自然就否定了他内在的神 对于自由的渴望或应许 当我们做出这样的陈述时 往往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渴望是神的恩赐 那么如果有人渴望去杀死另一个人 你要怎么解释这样的渴望是好的 是神所赐的礼物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容我说明 没有任何人会渴望去杀死另一个人 他所渴望的 是从这样的想法解脱出来 但因为他不相信 从这样的想法解脱出来的渴望本身 就包含了自由的力量 因此他限制住了这种渴望 而把摧毁另一个人的生命 当成是表达自由的唯一方法 却忘了渴望所包袱的生命 自有其运作之道 那是他身为人 所无从得知及发现的 人类就是这样 由于缺乏信心 而扭曲了神的恩赐 一个人只要拥有微小的像芥菜种子一样的信心 那他的问题就会跟圣经提到的那座山一样 可以被移去 人们要解决问题 就要像那位老妇人一样 去上礼拜 并倾听牧师布道 你们若有信心向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马太福音 那天晚上 当他祈祷时 他引用了这部分的经文 并带着他所认为的信心就寝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 他冲到窗前叫道 我就知道那座山还在那里 因为这就是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 他知道自己仍然会遭遇这些问题 由于生命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也不会摧毁任何事物 所以会让他所意识到的存在继续活着 只有当人们的意识改变时 事物才会消失 你可以依照你的意愿去否定它 但以下仍是事实 意识是唯一的现实 外在事物只不过反映了你的意识 因此 你所寻求的天堂只能在意识中找到 因为天堂就在你心中 正如上天的旨意永远行在地上 而如今 你正活在你内心所建立的天堂之中 因为在这个世界 你的天堂得以自行彰显 天国确实进了 现在就是接受的时候 创造一个新的天堂 进入一种新的意识状态 一个新的世界也将随之出现 看哪 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以赛亚书 我 你的意识必快来 赏罚在我 启示录 我是无名的 我是无名的 但我将采用你称呼我的每个名字 本质 切记 我所说的我 就是你自己 因此 你对自己的每个看法 或是你对自己的每个深刻信念 正是你应该表现出来的存在 因为 我是不会被愚弄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现在 让我指导你打鱼的艺术 据记载 门徒打了一整夜的鱼 却一无所获 接着耶稣来了 告诉他们把网再一次 撒在片刻之前 还是贫瘠的同一片水域中 这次 他们网到了许多鱼 这个故事正发生在今天的世界 发生在身为读者的你之内 因为 你内在拥有打鱼 所有的必要条件 但是你跟那些门徒一样 在人类的暗夜中打鱼 直到你发现耶稣基督 你的觉知是主 也就是说 你千方百计要捕获到某些事物 认为它们是真实的 并且使用人类惯用的诱饵 奋斗与努力 试图与这样或那样的事物取得联系 以及设法迫使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出现 但是这些努力完全是白费力气 当你发现你的存在觉知就是耶稣基督时 你会让他指导你去打鱼 你会以意识去捕获你所渴望的事物 因为你的渴望就是你将要捕获的鱼 而你的意识则是你在意识深水中 唯一活生生的现实 如果你想捕捉的事物超出了你现在的能力 你就必须下潜到更深的意识水域中 因为你所渴望捕获的鱼或渴望 都无法悠悠在你目前的意识中 为了潜入更深的水域 你必须把目前所有的问题或限制都抛开 将注意力转移开来 完全不去理会 你现在遭遇到的所有问题与限制 对自己说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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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在这种存在觉知上 不断对自己重申 你就是那样的存在觉知 不要限制这样的声明 只要继续去感觉自己的存在 你将会发现自己在无意识中划脱出那个毛 而这个毛将你牢牢细在眼前的问题浅摊上 现在你摆脱它 并前往更深处水域 这种转变通常会伴随着扩展的感受 你会感觉到自己在扩展 就像你真的在长大一样 别害怕 因为勇气是必要的 你不会因以前的限制而死去 反而是那些限制会因你将注意力从它们身上移开而消失 因为它们只能存活在你的意识中 在深沉扩展的意识中 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一股你从未梦想过的力量 在你离开充满限制的海岸之前 你会发现你所渴望的事物就是你将会在深水中捕获的鱼 由于你已经丢弃了关于问题与种种阻碍的所有意识 因此现在去感觉你自己与所渴望的事物合而为一 就成了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了 因为我是 你的意识就是复活与生命 如果你要让所渴望的事物出现 并存在于你的世界之中 就必须把你所拥有的复活力量加注在它们身上 现在 接着去感觉 我是富裕的 我是自由的 我是强大的 开始呈现出你所渴望之物的本质 当这些感觉固着在你之内 那无形无相的存在 就会把你所感受到的事物呈现在自己身上 于是 就像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你会逐渐被定牢在富裕 自由 极强大等感受中 让这些信念在静默中深埋 然后就像黑夜里的窃贼 在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 这些特质会以活生生的实相 在你的世界复活 世界将触及到你 并看见你的血肉之躯 因为你将开始结出你所期望的这些新特性 与新本质的累累果实 这些关于生命显化的成功补鱼之道 但以礼被丢进狮子坑的故事 也告诉我们如何成功地体现渴望的事物 根据记载 但以礼待在狮子坑时 背对着狮子 并看着上方的光 于是狮子变得疲软无力 但以礼对神的信心救了他 这也是你的故事 你也必须像但以礼那样做 如果你发现自己身陷狮子坑一样的险境 你往往只会担忧狮子 别无他念 除了你的问题狮子之外 你不会想到世界上任何一件事 但是 这个故事告诉你 但以礼转过身 背对着狮子 只看着他的光 也就是他的神 我们要效法但以礼 尽管被困在贫穷或疾病的坑中 还是要将注意力从债务 疾病或重种问题上移开 只停住在我们所追寻的目标上 如果在意识中 我们不回头去看自己的问题 而是继续抱持着信念 相信自己会成为所追寻的 所渴望的 那么我们也会发现 困住我们的牢狱 终将打开高墙 而我们所追寻的 无论是什么 都会被实现 另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位寡妇 与三滴油 先知问寡妇 你家里有什么 寡妇回答 三滴油 于是他对寡妇说 你去借器皿 回到家里 关上门 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于是他把这三滴油 倒入所有借来的器皿中 用家里剩下的三滴油 把所有的器皿都装满了 各位读者 你们就是这位寡妇 你没有一位可以让你孕育成果 或让你丰饶多产的丈夫 因为寡妇是一种 无法生育的贫瘠状态 现在 你的觉知就是主 或说就是那成为你丈夫的先知 在寡妇与油的故事中 她认可的不是虚无 而是那三滴油 接着 先知对她下达的指令是 回到家里 关上门 也就是说 关上告知你贫瘠状态的感官之门 不再去看空空的器皿 债务 及其他问题 你把注意力完全从感官的证据中移开 开始去感觉那种已经获得可望之物的喜悦 以油为象征 当你在内心达成协议时 所有的疑虑与恐惧都会消失 接着 你也将填满你生命中所有器皿 让富足满意出来 认可是召唤世界的力量 你曾经认可的所有状态都已经体现了 今日你所认为的真实自我 就是你正在经历的 因此成为那个寡妇 并认可内心的喜悦 不管这样的认可一开始有多么微小 你终将得到慷慨的回报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面放大镜 会放大你意识到的所有存在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埃及地 你的觉知就是耶和华 你的神 这是多么发光发亮的一个启示 来吧 从受困的梦中醒来 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你的 因为地和地上所充满的 都属于主 诗篇 你是如此执迷于你是人的信念 忘记你是多么荣耀的存在 现在 以你恢复的记忆去下指令 让尚未得见的事物出现 它该当出现 因为万物都不得不回应神的声音 那是你的存在觉知 这个世界 正等着听从你的指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